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思就是说 你的心肠里面也感受到对方的痛苦 早上喝了一杯热水 你的胃感觉到烫烫一样 喝了一杯冰水 你里面就感觉到冰凉一般 是能够感觉到别人的需要 那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个Rachan 这个字叫做父母亲对待儿女一样 你深深的有对方的那个感觉 另外一个字ELEO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愿意宽容对方包容对方的错误 那为什么雷敏是这么重要呢? 很简单 因为神的宝座叫做施恩宝座 这是the mercy seat 神以雷敏为怀来审判人 所以当人愿意认罪来到他的跟前的时候 他都是宽容人 而且给人新的机会 让人有机会悔改 当然另外一方面 诗篇25篇第9节讲到神要对借谦卑的人呢 要引导他们走前面的道路 所以神叫人留一个雷敏的 为要让人能够得到他的智慧 得到他的引领 做对的决定 就不需要整天在错误当中 不断都要领受神的雷敏 把人能够茁壮起来 雷敏的目的不是要只是给那个人继续生病 或者在医院里面来养病 雷敏的最后的目的是要我们从医院里面走出来 因为我们得到健康复健 第三方面 耶稣所行的神迹 好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告诉我们说 耶稣动了慈心 因为看见那些人需要 所以他行神迹其事 神迹的发生是因为有怜悯的这个吹动 那这段时间由于我们要预备弟兄姐妹 参加8月底27 28号 这个浇摩里面的经历神运会 让我们的里面的一些的 属灵的问题 跟一些的品格跟原生家庭 带来我们一些的背景 价值观念 不对的价值观念 得到翻转更新 我们这个人能够得到重建 所以我们有这个经历神运会 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要大家来上 玩这个基础班的课程 所以我们也在这段时间的少组 我们特别在按照不同的主题的品格 来连到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的题目里面 譬如说今天我们会讲到 第四课里面的 柔顺的心 当一个人有了一个柔顺的心的时候 就很容易得到神的灵敏 而道过来说 有了一个的灵敏的心 我们就能够 用柔顺的一个心情去惯性到别的人 所以他本身是上乎上乘的 那什么叫做柔顺的心呢 包括三方面 第一就是一个呢 忧伤痛悔的灵 好像大卫犯的罪咒 他在四篇第五十一篇 就表达到他的伤痛一半 第二方面 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 需要神的恩惠 也需要别人的来帮助 所以灵敏 就从谦卑的人当中 就流到他们的生命里面 第三方面就是信靠顺服 我们要得到神的灵敏 我们的持续的灵敏 在我们身上裹上 就要首先 我们要顺服 因为 除了这个谦卑受教以外 我们要产生实际的行动 后面这个叫做信靠顺服 以色列人 他们在 埃及地为奴兹的地方 受了很多的苦 神灵敏他们 但是让神救了他们 到了旷野 引导他们 叫应许之地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一个的信靠顺服的心 反而发很多的怨言 然后就背逆神 最后就失去了神的灵敏的祝福 你说多可惜了 如何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柔顺的心呢 第一我们一定恨恶罪恶 好像正言第八章十三节所说的 一有罪马上要认罪 才能够保守我们的心里面的柔顺 第二方面 是我们 要能够 继续保持谦卑 常常 向神 向人 来认错 道歉 说对不起 或说勾胆告诉别人说 某某某 我在某一方面有软弱 请你为我祷告 你找你可以信靠的 信任的 你小主的弟兄姐妹 来守望你 同性的特别 来守望你 帮助你 第三方面 我们要能够顺服全秉 包括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父母亲 主讲 去讲 传道人等等 这个保守我们的心里面的柔顺 什么时候你觉得已经了不起了 不愿意听不进去别人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 尽量刚毅不够柔顺 第四方面 我们的少主里面 要多点的分享 彼此的鼓励 将自己的需要带出来 然后也去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 这样子保守我们家有柔顺的光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图画 这是一个人在游泳 因为雷米就是当我们能够好像同在一个游泳池里面的人 能够了解到水还是温度 是比较冷的还是比较暖和的 雷米的起点就是感受到别人的这个感受 第二方面 之后产生行动 就好像这个人四肢在那边就游动一样 我们有一个方向的 目的就是要帮助别人 那怎么帮助别人呢 第三方面 好像水里面就有福利 你要叫对方来扶起来 不让他沉下去 并且呢 我们能够扶他 重新站起来 有路可走 阿里又要感谢主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个楼顺心肠的人 然后我们一起整个手组 整个家庭 整个教会 我们成为一个蛮有怜悯的一个教会 于是出去用神的怜悯 我们不单是领受了 我们能够传递出去 成为别人的恩赴 也愿我们一起来参加 这经历神明会 没有参加过的 你一定要参加 得到重建 得到更加茁壮的建造 如果参加过的 你也一定要参加 成为祷告服侍跟代祷者 阿们 好 大家继续有少许讨论的时间 下次再会